这只狗就在我旁边站着,也不走,我也不敢下车 它可能只是想要点吃的吧 但是我也碰到过好几次咬人的狗,幸亏在车上 早上还是下午的话,太阳的余晖照射在山体上 这就是重庆的金佛山,这是佛头 据说夏秋两季,夕阳洒在山体上,金光闪闪,所以得灵 中间隆起的是佛肚子,后面是脚 在佛肚子这个部位有个巨大的岩洞 现在到了,先做点早饭吧 今天就在床上,煮了四个鸡蛋 蒸点这玩意儿,早餐 这种糕之类的,还是蒸一蒸好吃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今天早上出来,好热啊 再挡上了 哎呀,闷得给了风 山上的风还是可以的 这是凉 包吃完了,拿鸡蛋出来 我蒸了,煮了五分钟 开锅煮了五分钟 然后焖了一会儿,不知道熟没熟 好了,看看吧 呀,这么硬,估计没好啊 来吧 行,熟了 熟了,熟了就行 快来,熟了,这个袋 早上吃两个就行啊 一会儿到中午,再吃俩 自己煮,吃吧,下一个 熟算是两个人一个 景区山上的停车场是收费的 10块钱一次 也有很多人就把车停在景区外的路边上了 这边只有锁道供上下 要想徒步的话,堆去西门 西门有20块钱的曲线车,然后是锁道 这边是金佛山的北坡 它来回走道是70 嗯 西坡那边是,好像是 来回是80 单程上去的时候是10 金佛山上的景色,有人说好 有人说一般 这个主要看个人的感受了 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山上的人 刚才这个猴王很狠地咬了一口 咬了好长时间 把大家不吓坏了 抓破了吧 好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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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没事吧 说没事吧 喂猴子还是最好扔出去 不能用手给 对于猴王来说 可能这就是蔑视王权了 DVD的猴子没事 对于猴王一个年纪 里面两个小几岁 和白洞 就是 нес道歸歸歸歸歸歸季 啊 positives 这是一袋瓜子 背后都抓破了 就全漏了 敲了半天 敲了个寂寞 到了这 人们纷纷把车停下 过来看猴子了 我个人感觉金河山还是挺适合自驾的 现在回到昨天晚上的驻车地 过来洗个澡 这种第三卫生间最合适了 因为它有地漏 而且这里边的空间也大 衣服也有地方放 洗完澡了 我用这玩意洗衣车 我还第一次洗 试试笑我怎么样 试试笑我怎么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